这是狗狗出生后第一次捡到肉骨头 他兴奋地在街上奔跑 以为可以饱餐一顿 结果又发生意外 嘴里的骨头被撞飞出去 狗狗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 如果找不到又得要饿肚子了 此时 街上的人群都在为军队让路 看着女人手上的面包 狗狗露出了渴望的眼神 欣敏杰哥看到他这副模样 立马逃出了怀中的饼干 饿了三天的狗狗 两口就将饼干吃个干净 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 他跟随着杰哥的步伐 朝着军营前进 狗狗并不知道 正是这个决定 才造就了他日后的传奇狗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狗狗明耀斯塔比 在战场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获得过无数勋章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军衔甚至比主人还高 故事还要从他刚进军营说起 狗狗一路尾随杰哥来到军营 却被战港士兵拦了下来 见自己不受欢迎 斯塔比本想就此离开 他走着走着 斯塔比突然闻到一股香味 顺着香味 斯塔比一路来到了厨房 可还没来得及品尝 厨所长就拿起铁锅扔了过来 斯塔比被吓得慌不择路 直接冲了出去 没想到速度过快 一面撞倒了一个士兵 斯塔比抬头一看 就是自己要找的杰哥 为了引起杰哥的注意 斯塔比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 没想到 叫声吸引了教官 当教官询问 这是谁的狗时 斯塔比抬头看向了杰哥 杰哥瞬间慌了 赶紧眼神失忆 斯塔比离开 令人意外的是 教官不仅没有处罚杰哥 还想他照顾好狗狗 随后 教官下他命令 开始训练 可是没想到 斯塔比竟然也有模有样地 摆出了造型 看到如此有灵性的狗狗 教官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这样 在教官的默许下 斯塔比跟着杰哥 开启了他的军营生活 斯塔比不仅能按照指令 做出对应的动作 还能出色地完成高强度训练 更重要的是 在训练结束后 他还担心起了助手工作 主动帮大家捡回 设计用的靶子 这让大家对斯塔比 很是喜欢 但好景不长 这天将军突然来到军营视察 看到斯塔比后非常生气 这位教官 为什么让狗出院在军营里 这一次 杰哥主动站了出来 告诉将军这是自己的狗 并严肃地进了个军里 看到主人进里 斯塔比也有模有样地 学了起来 这个举动 让将军对他刮目相看 特取他以吉祥物的身份 留在军营 很快 战争爆发 杰哥所在的军队 要立即前往前线支援 这是狗狗第一次参加战争 一枚炮弹突然落下 战壤中的战友 被瞬间炸飞 看到这一幕 斯塔比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 甚至萌生了一丝退意 觉得这时 又一枚炮弹在头顶落下 杰哥立刻扑倒斯塔比 夺过了这真命一击 随着硝烟散去 斯塔比不再害怕 通过敏锐的嗅觉 他发现了一个被掩埋的士兵 在斯塔比的帮助下 士兵即时得到了救治 捡回了一条命 探查敌人的下一步动作 通过望远镜 他们发现 敌人竟然准备使用毒气弹 他们必须立刻返回 通知护防部队做好防护准备 可没想到 在撤离途中 被埋伏的敌人发现 千军一发之际 斯塔比扑倒了杰哥 杰哥虽然平安无事 但马却受到了惊吓 为了尽快把小姐送回去 杰哥拿出防毒面具 施行斯塔比回去通知大家 而他和其他士兵 则留下来阻击 得到指令 斯塔比飞快地冲露出去 没过多久 敌人发射了第一枚毒气弹 绿色的毒烟 瞬间铺满了天空 所以斯塔比及时赶到 又得不断地撕咬着 哨兵的防毒面具 哨兵对身明白斯塔比的意思 带起面具 迅速拉响了警报 随后 斯塔比跑到后方 从向那里拽出防毒面具 提醒大家做好防护措施 有了斯塔比的帮助 军队无疑伤亡 这时 敌军发射出了第二枚毒气弹 毒烟更加浓郁 一直飘向了居民区 不及时刻 斯塔比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村庄 对着天空疯狂全废 看到毒烟 村民未赶紧关闭霉窗 做法防护措施 斯塔比也被及时赶来的捷戈接走 来到安全地带 战友打湿一块毛巾 做成简易的防毒面具 带戴了斯塔比头上 毒气越来越浓 很快又推没了整个村庄 因为斯塔比消息传递及时 村民未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等到毒物散去 大家都处来感谢斯塔比 他也因此 被奉为整座村庄的英雄 你绝对没有见过 如此勇敢的狗狗 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 思考没有害怕 在战斗中 一个士兵被困难了弹坑中 弹坑在敌人的射程范围内 士兵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不及时刻 斯塔比冲了出去 他勇敢无畏 在炮火锋中快速穿梭 依靠流敏的嗅觉 很快找到了战友的所在位置 但战友伤势很重 无法独立行走 斯塔比立刻朝着后方猛叫 在得到具体放位后 指挥官立刻下令 派人打出烟雾弹 掩护士兵将战友救回 经过这件事后 斯塔比在军营受到了极高的尊重 每位士兵都把他当成学习的榜样 这时 村民们为了感谢斯塔比 在独裂战威忆中的英勇表现 特意给他量身定夺了一款军大衣 战友要送给他 一个合适的防纵面罩 斯塔比已经成为了 这场战争中 十分关键的角色 随着时间推移 开始大规模的朝他们 发起最后的冲锋 这时 有三名敌人 企图从后方突袭 结果被斯塔比发现 他主动出击 引用敌人追赶 而且他等人早已埋伏在前方 经过他们的完美配合 三名敌军很快被制服 此时的战斗愈发激烈 一颗水榴弹 落在了士兵身旁 不及时刻 斯塔比突然冲出 掉一水榴弹冲向远方 随着一声巨响 斯塔比被埋在了木板下 已经奄奄一息 就这样 斯塔比被送往医院治疗 没有了他的陪伴 结果整天魂不守舍 甚至还总是出现幻觉 他无数次期待斯塔比出现 但每一次都是徒劳 三个月后 斯塔比逐渐恢复了健康 他也无比思念杰哥 于是偷偷跑出了医院 他上了寻找杰哥的旅程 他拖着还未完全痊愈的身体 一路被摸来到战争地带 可战争早已结束 这里除了残痕断臂 什么都没有 斯塔比没有放弃 依靠着金勇的线索 继续搜寻 而此次的杰哥 情况非常糟糕 他在行军途中不慎得了流感 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就在杰哥即将游进灯库之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 是斯塔比 一人一狗终于相见 有了斯塔比的陪伴 杰哥的心情大好 病情也开始慢慢好转 几个月后 他们重新回到了军营 晚上斯塔比在巡逻时 突然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 他不过一切地扑上去 与敌人搏斗起来 可瘦小的他 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斯塔比即将命丧于此 杰哥及时赶到 成功控制了敌人 原来 此人就是一名间谍 偷偷潜入军营 想窃取军事机密 幸好被斯塔比及时发现 因为斯塔比种种应用表现 自动官决定设为他中式军衔 他也成为了世界上 军衔最高的狗狗 很快 斯塔比的事迹 就出现在了报纸上 跟大媒体撤向报道 战争结束之后 斯塔比跟随大部队 乘坐轮船回到了家乡 人民全都慕名而来 想见一见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狗狗 据统计 斯塔比一共参与了 十七场战役 照顾俘虏十多名 研究的战友 更是高达几百人 不知道这样的狗狗 你想不想养一只呢 这么神奇的石头 吞叔紧看一眼 这样的毛衣就不见了 没错 他秃了 但他就因此变强了 他叫杰哥 平时总跟着主人做实验 因此他有了超高的智商 可觉得这天 实验是被超人摧毁了 而超人的宠物狗 还自恶多情的 把杰哥救到了领养中心 从此 杰哥就被关了起来 但他一直都想回到主人身边 帮主人完成 统治地球的梦想 于是 他透透摇空气 突出了里面的电池 等别人来领养宠物时 在趁机剪掉一缕头发 就这样 他用这些不起眼的破烂 居然达到了一个炮台 然而他如此大费周章 仅仅是为了 得到一小块橙色克什 那你千万不要小瞧他的能力 只要把他带到身上 就能拥有超人的力量 但他不知道的是 克什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动物 比如眼前这个猪妹 他就获得了变大变小的能力 而狗哥 拥有了金刚不坏之身 乌龟变成了像风一样的男人 而松鼠 则有了十万伏大的电击能力 与此同时 眼心泡泡的杰哥 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绿色克什 找到了超人 在克什的作用下 超人变得手不负手之力 当场便失去了意识 而作为超人搭档的小克 感受到超人有危险 于是便赶来支援 可是没想到 是杰哥设计的圈套 小克只能眼睛地看着 超人被抓走 就对小克一出莫展的时候 居然遇到了 这几位无家可归的超能宠物 小克希望他们可以救救超人 可他们却不想斗管闲事 小克说只要他们肯帮忙 自己就无调宴送给他们一个农场 火锅一听 直接答应了小克 而令他们也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要救的超级英雄 不仅仅只是超人 与此同时 杰哥通过橙色克什 知道了一支强大的囤属部队 他们拥有各种超能力 有的这样 有的那样 变弧侠发现了杰哥的计划 想来阻止他 随着一声大吼 变弧侠被巨型囤属抓了起来 杰哥刚想炫耀自己的战果 就被一根绳索捆了起来 原来是神奇女侠 可是下一秒 他就被囤属大军抓住 而其他的超级英雄 也陷入了困境 神代侠被困住双脚 海王被打丢了三叉戟 刚果被扣掉了电池 就连绿灯侠的戒指 也成了囤属的囊中之物 眼看囤属们在城市里大肆破坏 这些超级英雄 只能眼睁睁看着 却无法帮忙 想要打败杰哥 就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这群神奇动物身上了 然而事实证明 只要全力以赴 该办不到的事 你还是会办不到 由于囤属熟练的使用超能力 他们被囤属大军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水同属刚想释放十万伏特 就被敌人冻成了冰棍 还离开闪电龟 在他那行走如风 快速闪电的跳一下 成功脱离了战斗 现在就只剩下 失去超能力的小克 他靠着灵魂的走位 直接扑向杰哥 结果下一秒 却被杰哥定在空中 动弹不得 幸运的是 他们都是打不死的小强 但这一战 确定小克失去了信心 狗狗来安慰他 小克也受受了自己的顾虑 原来 他和超人是从克星来的 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他们一起打击罪犯 一起承恶扬善 无论是巨型机器人 还是铁路断轨 两兄弟都能携起手 来共度难关 可在这天 超人恋爱了 小克觉得超人 对自己的爱减少了 现在小克犹豫了 他不知道自己冒着 生命危险去救超人 到底值不值得 狗狗到之后 便告诉小克 他曾经也有主人 而且生活得很快乐 可是有一天 小主人摇摇摇摇地走向楼梯 眼看就要发生危险 自己想也没想 刺死地咬住对方胳膊 但小主人的哭声 惊动了主人 自己的行为被主人误解 从此 他被送到了收容所 不过自己从没怪过主人 也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 不过的话 让小克重拾信心 于是 他们重择旗鼓 开始练习各自的超能力 一切准备就去之后 小克驾驶隐形战机 带着他们飞向敌人老巢 可还没飞多远 就被一颗导弹击落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导弹是从哪里发射的 就在这时 他们看见了一只可爱的小猫 就见他招了招手 胡须瞬间变成导弹 直接把神奇女孩的隐形战机 轰成了渣 然后他的尾巴 变成加特林 开始疯狂扫射 小克他们被打得四处逃窜 直接躲进了一辆车里 结果下一秒 猪美因为害怕 变成了巨无霸 汽车的鸣笛声 引起了猫咪的注意 于是 猫咪看着大炮就走了过来 眼看着就要炸到这边 小克有了计划 他让狗哥挡住猫咪的导弹 在他扔冒线球炸弹的时候 神战为先优强的吃个夜宵 再把猫咪球 放回到他自己的手里 猫咪惊亚之余 猪美直接掀发垃圾桶 将他扣住 解决完战斗 他们赶紧前往监狱 另一边 杰克正准备释放主人阿图 就在这时 猪美从天而降 直接把杰克压在地上 松手放出十万伏特 让杰克动弹不得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用意念操控吸盘 将小克抓为狗质 为了小克 他们只能乖乖听话 自己走进牢房 此次的杰克 终于如愿以偿 可以和主人一起统治地球了 据着他满心欢喜的时候 就被主人关了起来 杰克难以置信 自己最爱的主人 就原这样对他 这时一旁的宠物们 赶紧劝他 希望他可以气焰屠明 但杰克根本不听 他要报复主人 连同正义联盟 统统消灭掉 没过多久 熟下的玄冰二叔 前来救他 把他从牢房里放了出来 其他动物也尝试越狱 他们根本出不去 很快 杰克又找到了主人 并把他关了起来 杰克让玄冰二叔 其中毁灭程序 可是没想到 他俩却拒绝了 虽然他们喜欢做坏事 但是却不想杀人 看到他们不听话 当今就要把他们进行合体 危机关头 小克出现 原来 经过这一天的折腾 克师从他的身体里排了出来 他再次拥有了超能力 杰克自知不是小克的对手 并远程启动了火箭自毁系统 没办法 小克只能先去救人 趁着机会 杰克将超人的女友抓了起来 他让小克做出选择 是救超人 才是他的女友 就在小克纠结的时候 超能宠物们及时赶到 他们非能行动 小克负责营救超人的女友 而其他超能宠物 负责解救超人 松鼠借开火箭底部 顺利地把这些超级英雄们 救了出来 眼前计划失败 杰克恼羞成怒 他直接将克师 融入了体内 巨大的能量 让杰克变得前者未有的强大 他直接用克师困住了超人 准备与其他超级英雄正面交转 在杰克疯狂的输出下 正义联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清军一霸之际 小克用出了十双一九的绝学 他直接飞到太阳面前 吸收能量 最后用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将杰克打回了原形 最终大家都安然无恙 而杰克就被悬眉二手扔进了烤箱 变成了鹅短食烤肠 妈妈 我能养小兔兔吗 你绝对想不到 99%的人都曾经养过宠物 可当主人离开家之后 宠物会做什么呢 这只小狗居然用打蛋器 给自己进行全身按摩 而这只肥猫 则打开冰箱 替主人尝尝鸡腿的味道 还有这只小鸟 打开拢筒之后 开启风扇 然后对着电视 体验飞翔的感觉 你是不是没想到 当主人不在的时候 这些宠物居然这么会玩 唯独这只叫麦克的狗 他每天最爱做的事 就是等待主人的回来 而就在这天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居然带回来一只 叫杜老大的胖狗 可到了晚上 杜老大原形毕露 他不仅威胁麦克 还霸占了他的床 到了第二天 就连自己的狗粮 也被杜老大抢走 为了赶走对方 麦克故意打碎家里的东西 因为主人知道 他是一只怪小懂事的狗 不会做这种事情 而这一切的结果 最终可能是杜老大来背锅 面对麦克的威胁 杜老大认输了 表示愿意当麦克的小弟 第一次当老大 这让麦克十分得意 可让麦克没想到的是 杜老大抓住机会 直接拖着他 在街道上狂奔 杜老大直接把麦克 扔进了垃圾桶 可就在这时 麦克被一只野猫提了出来 杜老大警告他 不要多管闲事 结果下一秒 自己的狗牌被抢走了 想跟我动手吗 小兔猫 杜老大准备给对方一个教训 可是没想到 对方居然召唤出了同伴 原来这里是流浪猫的地盘 看到这一幕 杜老大转身就跑 游到现场的麦克 现在只能在风中凌乱 看着凶残的野猫 麦克也想跑 结果 而就在这时 一只可爱的小猫 轻轻一划 就取下了他的狗牌 这时 杜老大再次跑了回来 可他不是来救麦克的 杜老大和麦克 最终被堵住了去路 因为没有狗牌 被当成流浪狗抓了起来 就在他俩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只兔子拦住了去路 他虽然长得可爱 可却是附近复仇者联盟的老大 现在他们携持汽车 准备救出被抓捕的动物 只见兔子跑进车厢 找到了被抓的小弟 下一秒 他居然把一根胡萝卜 啃成了钥匙 打开笼子 成功救出小弟 这一套操作 把同样被抓的杜老大和麦克 看得一脸懵逼 为了让兔子救出自己 麦克撒谎自己也痛苦了人类 希望能加入他们的帮派 就这样 兔子救下了他们 他叫小白 虽然是一只兔子 却拥有无数小弟追随 而就在今天 又有两位新成员 想要加入他们 入会仪式开始 就在这时 一直下了一只眼睛的毒蛇 钻了出来 而入会仪式 就是被毒蛇咬上一口 哪哥们先来呀 看到这一幕 麦克吓坏了 就这样 不顾麦克的反对 大家扛起麦克 就要举行入邦仪式 不说张开锯口 准备给麦克来上一口 而就在这时 野猫军团来了 他揭穿了麦克他们 是宠物的身份 这让小白十分生气 抓住这男个家伙 所有小弟一拥完上 准备抓住他们 危机时刻 杜老大一口咬住了毒蛇的尾巴 最后 毒蛇被甩了出去 缠在了柱子上 毒蛇想咬麦克 他突然一个石头掉了下来 麦克解释 这只是一个意外 看到好兄弟死了 小白哭得十分伤心 不过你们觉得小白可爱吗 觉得可爱的扣一 抓住他们 随着老大一声令下 所有小弟都准备动手 可是最终 还是没有追上他们 麦克和杜老大从下水道 来到了海上 并且爬上了一艘船 而小白他们 则被下水道堵住去路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走 而另一边 麦克的女友啾啾 发现男友失踪了 于是便找来朋友 准备去寻找麦克 通过招来的流浪猫 他们得知麦克曾去过 复仇者联盟 于是啾啾便和朋友们 一起来到了小白的基地 而就在这时 小白正在给毒蛇举办葬礼 为了给毒蛇报仇 小白还制定了复仇计划 听到是麦克弄死了毒蛇 啾啾立马站了出来 说自己是麦克的女朋友 抓住他们 快跑 COME ON THE WAY 大家赶紧逃跑 最终 大家顺利逃走 只有迷路的汤鼠 又跑了回去 而另一边 麦克和杜老大 居然来到了一家香肠工厂 在这里 他们实现了香肠自由 想怎么吃 就怎么吃 两人吃饱喝多之后 准备回家 结果就遇到了抓狗的工作人员 为了救下麦克 杜老大直接扑了上去 麦克逃跑了 而杜老大却被抓走了 看到汽车开走 麦克准备救出杜老大 于是待后面紧追不死 而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一只狗跑了过去 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麦克 就这样 他们追着狗 狗追着车 这是一个急刹车 他们直接撞了上去 小白二话没说 上去就是一套闪电五连边 自己的两个手下 居然被车上的工作人员抓走了 一吐一狗 现在握手言和 准备联手救出朋友 他们开着不知道从哪里 抢来的公交车 小白负责方向盘 麦克负责加油 可就在这时 小白却突然送开方向盘 带上了安全带 下一秒 汽车就撞了上去 而另一边 麦克叼着已经晕了的小白 从车里跳了出来 结果却被小白的手下认为 麦克劫持了他们老大 于是 所有的动物都赶了过来 准备救下小白 他们根本不听麦克的解释 不及时刻 女友啾啾带着小伙伴赶到 直接赶晕了鳄鱼 为了保护男友 啾啾开启了暴走模式 没过多久 这些动物全被啾啾打倒在地 与此同时 小白的手下从车里逃了出来 此时的汽车随时都会掉进海里 无急时刻 麦克跳了下去 准备拿钥匙解救杜老大 结果玻璃破碎 差点掉了下去 麦克小心翼翼地爬了上来 成功拿到了钥匙 可是下一秒 汽车掉进了海里 而刚拿到了钥匙 也被冲楼出去 飘到了海面上 为了救出杜老大 麦克用嘴咬 却怎么也咬不开 眼看他们就要葬身大海 小白却亲了一下舅舅之后 直接跳了下去 他把飘着的钥匙 直接扔向了麦克 终于 他们打开铁笼 成功获救了 我这也有 帅呆了 看到他们获救 所有的动物都开始欢呼起来 最后 这只猪开了一辆车 把大家都送回了家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是不是也想养一只宠物呢 你绝对想不到 狗狗是如何带娃的 首先 他们会教宝宝如何吃饭 如何藏东西 还会帮助宝宝 出席走路 和宝宝一起玩耍 出门在外 也会时刻保护小主人的安全 看到小主人要捡废弃的口香糖 麦克会及时阻止 误闯狗子群 麦克也会非常警惕 害怕小主人受到伤害 就连打雷下雨 麦克都会趴在小主人的身边 就这样 小主人健康成长 而麦克却患上了焦虑症 于是主人便把麦克 带到了宠物医院 还给他带上了 狗剑的七尺大乳 喇叭圈 不到家伙的麦克 十分失落 而就在这时 杜老大告诉了他 一个好消息 全家要去农场度假 这可把兄弟俩高兴坏了 临董鞋 麦克还把鲜艳的玩具小蜜蜂 送给了女佣小美保管 就这样 一家人开心地出发了 到达妹的地后 同一次出来旅游的杜老大 都是激动得不得了 这个把麦克 看得一脸懵逼 而杜老大玩得更嗨了 杜老大本想跟奶牛打招呼 他遭到了奶牛的嘲讽 在这里 也有十分凶残的动物 就这样 麦克被追了猪猪两公里 跑在农场管理员 鲁叔及时制止 到了晚上 不公没被关在没外过夜 因为在乡下 不公是用来看家护院的 但半夜可怕的声音 却把麦克吓傻了 然而这还没完 一只狐狸又盯上了他 眼看麦克小病就没了 危机关头 鲁叔再次出现 赶跑了狐狸 还把他的喇叭圈摘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鲁叔就开始 井然有序的放牛了 看到这一幕 让杜老大十分崇拜 而就在这时 一头肥猪跑出了猪圈 麦克则认为 鲁叔能做的 自己也可以 于是 他试图把肥猪推回去 可肥猪一直在吃东西 根本不搭理他 麦克灵机一动 一口咬掉了猪尾巴上 吃痛个肥猪 直接把麦克甩飞了出去 还撞坏了羊圈 羊群顺着缺口 全部跑了出来 虽然鲁叔及时赶到 拦住了羊群 可还是跑用了一只小羊 于是鲁叔就带着 状况严倦的麦克 前去寻找 终于 他们在悬崖边 找到了小羊 可由于数字太细 根本支撑不住 鲁叔的重量 无奈的麦克 只好独自去救小羊 将攻不过 就这样 麦克走上小树 在数字折断之前 成功救下了小羊 而就在这时 他脚下石头突然滑落 眼看就要掉下悬崖 不及时刻 鲁叔掉入项圈 将他救了上来 就这样 麦克也得到了 鲁叔的认可 而另一边 小美就遇到了麻烦 自从麦克走后 小美时刻保护着蜜蜂球 甚至幻想着 两人的美好生活 可突然 蜜蜂球飞了出去 于是小美紧追不死 但还是掉进了邻居家 他来到邻居窗前 去发现房间里 只坐着一位老奶奶 他刚想去拿蜜蜂球 结果下一秒 原来是一群小猫 小美被吓得撒腿就跑 为了拿回蜜蜂球 小美只能找到朋友 你绝对想不到 如果把一只狗狗 变成猫咪 首先在尾巴上套上白色的袜子 紧接着再戴上毛耳发菇 可况模仿外形还不够 还要休息猫咪的天性 就是无论从多高的地方跳下 都是四脚着地 面对扔出去的弹力球 也要视而不见 因为高贵的猫咪 是从来不会自己捡东西的 就这样 经历完特训的小美 自信满满的来到猫窝 她一眼就看见了 国家上的蜜蜂球 可等她爬上来 却发现蜜蜂球 被猫王霸占了 小美本想悄悄地 拽出蜜蜂球 可是以保有心 惊醒了猫王 危机关头 同样赶紧打开红外线 吸引住了她 反应过来的猫王 直接发动了群攻 就这样 小美成为了这群猫的老大 也成功拿回了蜜蜂球 神猫万岁 而就在这时 人均小白打来电话 她遇到了麻烦 她曾经是让人维梦善胆的 黑帮老大 可现在却变成了这样 原来 自从小白被受养后 就变得十分软萌 但她仍然有一颗 成为超级英雄的心 就在这天 一只小狗前来寻求帮助 原来她和主人逛街时 我已经发现了一只白虎 被卖到了马戏团 于是 她偷偷系下了车牌 希望小白能够帮助自己 救出白虎 听到这个消息 小白二话没说 直接开着战车 来到了马戏团 随后 他们偷偷溜了进去 结果却看到 换人正在抽打小虎 逼把小虎从高材跳下去 小虎不配合 就把他关进了笼子里 他安排四只恶狼 撕撕看着他 这让小虎十分绝望 而就在这时 小华悄悄来到笼子前 想要救出小虎 可却被机敏的恶狼发现了 于是小华直接冲了上去 吸引恶狼的注意 小白他趁机打开笼子 忽然 一只恶狼正开绳索 瞅着小白就追了过去 小白只能一路逃跑 直接他跳到了木马上 然后又跳到了转盘上 最后假扮成了玩偶 结果下一秒 小白只能继续逃跑 眼看小病就要没了 唯一关头 恶狼的锁链卡在了椅子上 紧接着 安全带落下 恶狼直接被塑上了天 而此时 小华也成功拿到了钥匙 就这样 小伙被救了下来 可现在的问题是 这么大的老虎 应该安顿在哪里 突然小白灵机一动 迈克一家出去旅游了 可以先赞助在迈克家里 而另一边 坏人也发现了 小虎已经逃走 于是派出恶狼 前去寻找 可爸爸没想到 当天晚上 迈克一家突然回来了 迈克回到家后 看到这一幕十分生气 而就到这时 马蚁团的恶狼 闻着气味追了上来 他能够杀掉小虎 一旁的迈克 得知小虎的遭遇后 也决定出手相助 于是 他独自面对恶狼 为小虎逃跑争取的时间 却不料被坏人 一脚踹进了地下室 而另一边 几人准备从天台逃跑 可却遇到了 坏人的手下 绿毛猴 而此时 恶狼也爬上了天台 将小虎围在角落 坏人趁机对着小虎 打出一针麻醉剂 小华想要阻止 可却连他一起被带走了 当迈克和小白赶到时 坏人已经离开了 这家怎么办 小虎高 就见迈克一个微笑 下一秒 直接呼叫来了一辆战车 就这样 他们再次出发去拯救小虎 与此同时 他们也向小美请求了支援 收到消息的小美 直接让猫咪们 将猫粮全部藏了起来 随后端着空碗 来到了李奶奶面前 李奶奶看到这一幕 人们去找食物 结果却发现 厨房已经空了 于是 李奶奶带上注听器 拿上钱包 然后带着猫咪们去买食物 李奶奶启动汽车 直接冲动出去 就这样 猫咪大军也出发了 为了赶时间 猫咪们掌握住了方向盘 顺着小白的定位 就追了上去 而另一边 可怜的小虎 被坏人遇上了火车 就在这时 小白和麦克及时赶到 眼看就要追到火车 结果下一秒 跑在他面拼命奔跑 抓住了车尾 随后两人决定 分头行动 却不料 麦克被恶狼发现了 麦克被吓得撒腿就跑 与此同时 小白成功找到了小花 而绿帽红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这小白不被 直接扔出了飞镖 小白也不甘示弱 两人爱好没说 直接打了起来 然而猴子根本不是 小白的对手 最后小白将猴子 塞进了大炮 那边 麦克利用聪明和勇敢 也成功解决掉了恶狼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 干掉了坏人 就在要走的时候 坏人却掏出了枪 原来是小美他们及时赶到 随后他们坐上 李奶奶的车 飞驰在城市中 故事的最后 李奶奶把小虎 当成了大猫咪 也将她收养了 我说明上 我们下期再见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么傲娇的狗狗 看见地上有一滩水 管家过来铺上红毯 可他却踩着管家的头 直接跳了下去 陪主人玩游戏的时候 也是管家捡来脱鞋 然后直接送到他的嘴里 就连上个厕所 也必须要有仪式感 他找好地方后 管家放上杆子 可没想到 他却撂到了管家的皮鞋上 原来 他是女王的科技 小杰 因为长相呆萌 深受女王的喜爱 别的狗狗都睡狗窝 而他 却可以睡在女王的房间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小杰转眼就变成了 成年狗狗大小 女王还将小杰 侧为皇家一灯犬 不仅所有的商品 都印上了小杰的头像 就连高铁的车头 也是小杰的头像 觉得这天 漂亮狗的老普 到皇宫拜访女王 要为妻子的狗狗 挑选合适的新郎 最终 他看上了小杰 于是便主动贴在小杰身上 但小杰却一脸抗拒 这两只狗狗如此亲密 女王当场赐婚 让他们成为伴侣 并且为他们准备了新房 领走时 还贴心地点上了小粉灯 小杰想要拒绝 却被花姐一把抓进了房间 小杰拼命地逃了出来 然后把钉子打发在桌面上 可是没想到 花姐轻松化解了危机 小杰见状 拼命地跑了出去 花姐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们无意间 跑到了餐桌底下 就在这时 小杰直接咬了老普一口 最终 饭局被搞得不慌而散 女王也是真的生气了 他让小杰好好反省 小杰想要撒娇卖萌 可是这一次 女王没有原谅他 小杰失落地躺在狗窝 旁边的新击狗见状 假惺惺地安慰小杰 并邀请他一起出去散步 就这样 他们偷偷跑出皇宫 跑到一座桥上 这时 新击狗也露出了真实面目 他直接把小杰从桥上推了下去 紧接着 他剩下一块石头 将冰面砸碎 小杰直接掉进了水里 他终于明白 新击狗是想杀自己 抢走皇家一等犬的位置 可等他上岸时 已经精疲力尽 幸好一位大叔路过 及时发现了他 大叔把他带到医院 做了全身检查 然后把他送到了宠物领养站 这里的狗狗 往往会举行拳击比赛 宝儿在每次比赛前 都会跳舞出兴 骄意的毛发和性感的舞姿 深深地吸引了小杰 但是有却告诉他 不要痴心妄想 因为宝儿是大哥的女人 但小杰根本不在乎 他拿着鲜花 去给女神表白 说自己是皇家一等犬 能给宝儿负责的生活 小杰纠缠宝儿 正好被大哥看到 于是 大哥想要教训小杰 幸好宝儿及时阻止 小杰这才保住了狗命 室友们再次劝他 让他别痴心妄想 可觉得这时 管理员不好心摔倒 打坏了咖啡杯 宝儿正好看到 B站上的头像正是小杰 他终于相信了 小杰是女王的皇家一等犬 于是 宝儿瞬间转变态度 竟然主动给小杰搭讪 没一会儿 小杰就被宝儿彻底征服 你让我好快乐 小杰兴奋的 跟宝儿跳起了舞 可觉得这时 大哥再次出现 江小杰拉回了现实 眼看心眼的人被抢走 大哥决定 让小杰到拳机场 跟自己决一胜负 这对于小杰来说 跟宋死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不让小杰输得太难看 室友们决定 对小杰进行突击训练 他们把洗衣机 当成跑步机 训练小杰的速度 这是一群 会功夫的狗狗 他们正在训练一只科鸡 老道教他铁头工 但小杰始终没有进步 不如我教他演戏装死好了 很快 拳击比赛就开始了 面对实力的悬术 小杰只能逃跑 可没过一会儿 他就被大哥抓住 眼看就要被丢进火炉 危机时刻 宝儿关上了电闸 想引起管理员的注意 紧接着 他就关闭火炉 接着这时 管理员赶到 把狗狗们全部去散 大哥怒了 他把账涉到了宝儿头上 第二天 趁大家发疯的时候 可是没想到 却被大哥一拳打飞出去 眼看大哥步步紧逼 宝儿妹站在小杰身后 他们决定一起对抗大哥 还有谁有话要说吗 不然 于是乌正的老黑 站在大哥面前 老黑扛住大哥一拳 然后他也挥出拳头 把大哥打得满地找牙 就这样 他们成功打败了大哥 小杰想让大家进皇宫 但是宝儿早也习惯了这里 只有宝儿 愿意跟小杰一起走 他们跑到皇宫 就被卫兵当成的流浪狗 把他们赶了出去 无奈之下 宝儿只好找来小伙伴 狗公妹表现才艺 吸引卫兵的注意 然后小杰和宝儿 趁机溜进了皇宫 他们找到了新鸡狗 想给他一个教训 结果新鸡狗瞬间怂了 还延起了苦肉计 他把小杰和宝儿 骗到了衣柜前 宝儿打开衣柜 结果下一秒 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 宝儿和小杰 瞬间被埋在了里面 紧接着 新鸡狗点燃了房间 还推倒铁甲 把大门堵了起来 小杰着急地寻找宝儿 在废墟下面 终于找到了晕倒的宝儿 眼开火势越来越大 小杰找来自己的狗窝 然后把气球 套在狗窝的上面 然后把宝儿 推到了烟囱里 就这样 宝儿逃出了房间 为了救出小杰 他召集小伙伴 然后找来了灭火喷雾 在大家的努力下 他们终于灭掉了大火 火外面焦急地寻找小杰 却得不到一点回应 觉得这时 烟囱里传来一声咳嗽 大家跟着声音 终于找到了小杰 为了揭穿新低狗 宝儿抢走项链 把女王吸引了过来 女王看见小杰 瞬间就认了出来 看到小杰依偎在宝儿身边 女王这才明白 小杰是去寻找真爱了 最终 女王见到了所有的狗狗 并对新低狗做出了惩罚 让他给老普的狗狗花姐 去过没修没少的生活了 如果让你养一只狗 你会选什么品种的狗呢 是会叉加的二哈 还是可爱的科技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么有排面的狗子 上过厕所 竟然有五个佣人加油打气 方便完毕后 老广家立刻上前 给他配上香水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的主人 是一个身价百亿的富婆 狗东名叫杰哥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陪着主人按摩逛街 接受主人的拥抱爱抚 他睡的是五十米的大床 吃的是西班牙顶级披萨 带的是价值千万的钻石项圈 而他喜数插嘴 也有专门的佣人伺候 这天 他像往常一样跑下楼梯 但等待他的 却不是主人为难的幽貌 而是冰冷的地板 杰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在搬东西 杰哥愚昧极了 过多都站在窗前发呆 就在这时 一辆小汽车驶来 一对年轻男女走进了别墅 杰哥以为是来接自己的 兴奋地扑了上去 随着下一秒 就被对方扔出了加霉 原来 杰哥的主人意外逊势 留下了百亿遗产 这对男女是老太太唯一的亲戚 被律师请到别墅 来做遗产公证 而杰哥则被他面当成野狗 丢进了货车 车厢里 杰哥不知所措 曾经高贵的毛发 如今已经是一片狼藉 他呆呆地看着 自己与主人的合照 货车开了很远 一只松鼠突然出现在路中间 货车躲闪不及 直接将杰哥甩飞了出去 西奥也给树枝接住了他 可下一秒 杰哥又被树枝弹飞了 等他再次醒来时 突然觉得屁股有些异样 杰哥竟然飞进了树洞里 但那松鼠合力将他救了出来 他刚要表示感谢 下一秒 无数的松果 从树洞中喷涌而出 松鼠们惊呆了 杰哥本想解释 把松鼠们根本不听 直接将杰哥围在中间 甚至摘下了他的项圈 极具侮辱性地绑在了腰上 这一刻 杰哥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只流浪狗 他不断安慰自己 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只要找到货车 就能回到曾经温暖的家 他拼了秀卓一路寻找 结果真的找到了 爬上楼梯 辣椒的香味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下一秒 他就不得不完整地吐了出来 看着眼前这只凶猛的同类 直接撞翻了身旁的货架 同时老板听到动静 一把抓起了杰哥 关键时刻 同伴罗欣撞翻了老板 救下了杰哥 为了逃脱追捕 他们闯进了餐厅 钻过桌底 在中午回归之下 成功逃了出去 就在这时 一辆外卖车冲了过来 西方小姐也技术娴熟 只摔飞了一盒披萨 可没想到 松鼠竟然找上没来 无来之下 他们只好放弃披萨 继续逃命 彻底摆脱松鼠后 罗欣告诉杰哥 他是家养犬 不适合流浪 如果想回家 可一许狗狗乐园碰不运气 也许会有收获 他并不知道 正是这个决定 差点让他丢掉狗命 这决定是狗狗 对我的打着过方式 通过我为同类的屁屁 就能知道对方 昨晚干了什么 睡了多久 梦到了谁 可没想到 这些狗头军师 姐姐把杰哥 丢在了大马路上 让杰哥等待 好些人也把他带回家 看着串流不息的汽车 杰哥眼中满是惊慌 就在这时 一辆外卖车停了下来 可看着杰哥撒娇的模样 小姐姐心软了 绝对把他带回家 没想到刚到家 房东那时候就上门要房租 小姐姐直接一脚 将杰哥踢了进去 杰哥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个出租屋 还没有他曾经的房间大 一问完房东 小姐姐宝儿也走了进来 杰哥满心期待 实际上小姐姐 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可他饭端上来 杰哥却傻了一眼 这东西吃了不闹肚子才怪 尽管从居住环境 让杰哥非常郁闷 只能通过层屁屁 缓解心情 可宝儿看到这一幕 直接把杰哥丢了出去 刚刚感受到一点家的温暖 现在又只能与垃圾为伴 就在这时 杰哥最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原来是罗西 罗西告诉杰哥 如果他能够帮罗西偷披萨 那么罗西就会教他 如何在野外生存 杰哥当然不同意 宝儿刚刚把他救回来 他又总能恩将仇报 见杰哥如此坚定 罗西只能离开了 杰哥再次敲养了宝儿的防眉 看到这只呆萌嫩小狗 宝儿说起了他的身世 原来宝儿有一个当歌手的梦想 却得不到父母的支持 为了追寻梦想 独自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听到宝儿诉苦 杰哥往往叫哟两声 表示复合 见杰哥没吃东西 宝儿从冰箱里拿出了披萨 一人一狗就这样 开始了新的生活 有了宝儿的陪伴 杰哥重新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而有了杰哥的存在 宝儿杰哥也充满了灵感 宝儿还和杰哥拍了照片 给他戴上了新的项圈 杰哥不再是一条流浪狗 他有了新的主人 这天宝儿像网上一样的出门上班 把杰哥独特留在了家里 没想到 苏主妹竟然找到了杰哥的新家 他们拆开通通管道 你看看那房间的门锁 杰哥慌慕则禄 在宝儿的小家中疯狂逃窜 甚至连吉他都变成了烧火棍 听到开门声 苏主妹赶紧溜了出去 回到家的宝儿 看着满地狼藉 以为这一切都是杰哥搞的鬼 直接把他送进了收容所 可渐渐的 宝儿发现自己并不开心 他已经习惯了杰哥的陪伴 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他要把杰哥接回来 然而 当他赶到收容所时 却得知杰哥已经被接走了 原来 狗狗的主人是个富婆 因事后意外去世 而想要继承富婆的十亿遗产 就必须在律师的见证下 照顾好这只狗狗 为了得到谁生的遗产 富婆太太的侄子 专门找到了赏金链人 将杰哥从收容所带回了家 虽然又过上了 曾经养尊处优的生活 但杰哥似乎并不开心 他满脑子都是 和宝儿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而另一边 宝儿也为了拥有杰哥自责 他骑着外卖车 组织上一案的发布巡谷启事 和一点线索都没有 就在这时 罗希走了过来 将杰哥的项圈放在了地上 宝儿瞬间认了出来 他跟随罗希 一路来到了杰哥所带的别墅 此时富婆太太的侄子 正在和律师下谈遗产的处置 说他们跟杰哥相处得非常融洽 将杰哥照顾得非常好 此时宝儿和罗希 已经来到了没钱 按下没铃 就在律师准备和侄子签协议时 宝儿及时赶到 看着一人一狗的亲热模样 律师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询问侄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眼看遗产即将到手 侄子便开始无限宝儿 输了又妄想症 宝儿他告诉律师 自己和杰哥相遇的过程 眼看双方各执一词 律师只能让杰哥自己选择主人 结果当然毫无疑问 就在这时 阴晕不耐的松鼠们跟了过来 他趁热将杰哥抢走 无疑时刻 武器带着狗小队也赶了过来 一番搏斗够 松鼠被成功赶了出去 最终在律师的公众下 宝儿获得了杰哥的领养资格 同时也因此获得了一大笔遗产 而宝儿也用这笔财富 完成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从此一人一狗 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这个小男孩正在放羊 突然 他的狗狗好像发现了什么 开始浑身颤抖 然后躲到他的脚下 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转身一看 一头几肠碌碌的黑熊 正在朝他走来 杰哥瞬间懵了 被吓到瘫倒在地 狗狗咬住杰哥的衣服 拼命的想拽他离开 可杰哥被吓得 站都站不起来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黑熊走向自己 危机关头 一道金色闪电飞过 将黑熊扑倒在地 强壮的惊熬 一口又咬住了黑熊的脖子 黑熊自知不敌 只能灰溜溜的逃走了 而当杰哥反应过来时 自己的救命恩人 已经离开了 回到家后 杰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父亲 可父亲并没有安慰他 杰哥十分难过 因为自从母亲去世 父亲就一直对自己 不冷不热 无奈的杰哥 只能继续吃饭 第二天 杰哥再次来到山坡放羊 他躺在草地上 回想他那只金色藏袄 可想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头绪 一看天色已晚 他站起身来 准备回家 而就在这时 他发现一大群羊 现在只剩下了几只 杰哥记得满头大汗 开始四处寻找小羊 因为那是他们家的 全部家当 就当杰哥绝望的时候 突然发现 杨群从山坡上 跑了回来 可什么想到 杨群的身后 他跟来了一群恶狼 跑得慢的小羊 接下来被恶狼扑倒 看到这一幕 他直接搬起一块石头 朝恶狼砸去 然而这个举动 彻底激怒了恶狼 结果感觉大事不妙 转身就跑 可他却在慌忙中 不小心摔倒在地 恶狼张开睡盆大口 从他扑来 危机时刻 一只白色藏袄出现 救下了他 与此同时 赵纳队也赶了过来 他们哥哥身强体壮 面对野狼毫不巨色 直接冲进狼群 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黑色狼王更是以一敌二 轻松干掉两只恶狼 狼群眼见大势已去 只能落魂而逃 这是一群牧民赶来 原来是他们发现 有狼群出现 这才带着狼群赶来 结果还没来得及感谢 就看到所有的藏狼 聚在一起 吹吹山坡吼叫 看到这一幕 牧民表示 一定是有敌人出现 果然往远处一看 金色藏狼出现在山坡上 结果发现 这不正是 救下自己的金奥吗 而就在这时 金色藏狼群天长笑 正是向奥王发出挑战 直接金奥发出一声怒吼 自信慢慢的走下山坡 但想要挑战奥王 就必须要先 打败其他藏狼 奥王非常聪明 他现在派出一只棕奥 来消耗金奥的体力 直接棕奥慢慢靠近 看着时机 直接猛扑上去 金奥早就准备 一口咬住了 对手的爪子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白鸥忍不住了 他直接来到金奥面前 可金奥定眼一看 白鸥居然是个异性 金奥只能选择退让 因为在藏狼的世界里 公鸥粗目与母鸥争斗 白鸥可不管这些 见金奥不肯出手 他的进攻更加猛烈 可于想到 在两只藏狼争斗中 却不小心双双掉悬崖 当众人赶到时 两只藏狼已经没了动静 看到这一幕 杰克连忙跑下山坡 因为金奥曾救过他的命 所以杰克决定要救下他 在大家的帮助下 杰克顺利的 将两只藏狼 派回了家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神医 在得知两只藏狼的伤势后 父亲决定为他们缝合伤口 杰克用力的按住金奥 以防他用力挣扎 足足忙活了一个晚上 摧下两只藏狼 获得生命危险 然而第二天早上 帐篷里突然传来了激烈的叫声 突然间两只藏狼正在吵架 为了让他们尽快好起来 杰克挣出肉块 喂给金奥 面对陌生人的食物 金奥却无动于衷 杰克有些着急了 不识食物怎么养伤 杰克不顾自己的安危 拿起肉块 放到金奥嘴边 结果下一秒 看到金奥没有伤害自己 杰克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就在这时 小狗跑进来不停吼叫 原来是敖王 带着部队找了过来 他好将白奥带走 经过一段交流后 白奥直接转身 钻进帐篷 原来他是喜欢上了金奥 七七八八的敖王 只能转身离开 没过多久 在了杰克身边 还会帮助杰克牧羊 并守护着这片草原的安全 杰克和好朋友 给金奥取了一个名字 多吉 在藏狱里 这是金光闪耀的意思 男人高兴地呼喊着多吉 金奥也做出了回应 本以为安稳的日子 会一直延续 没想到这天 女性恶霸带人找上门 说多吉犯了大罪 必须要将他带走 就这样 多吉被绑了起来 准备对他进行审判 因为自从多吉出现 草原就频繁出现命案 虽然大家都不肯相信 但事怀生死 村民们都担心自家的安危 于是决定 马上处决多吉 眼看情况不妙 小伙伴偷来钥匙 解开了多吉身上的铁链 就这样 他们一起逃了出去 就在这时 白鸥也文讯赶来 但奇怪的是 多吉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寻着气味 来到了一片大脚飞飞的山谷 然而这一幕 却被敖王看到了眼里 没走一会儿 依旧弹幕的两人 便在暴脚中晕倒 看到这一幕 多吉直接跑了过去 将两个男孩护在身下 当结果醒来 发现正躺在山洞里 原来是这位大叔救了他们 大叔表示 他们整个村庄 都被一只名叫罗沙的怪物 葫芦带进 为了杀掉罗沙 他们追到了这里 几个字才反应过来 原来多吉跑来这里 就是为了找到罗沙 一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很快 暴风雪停了 大叔又起身离开 继续寻找罗沙 然而大人们刚走 敖王又带着敖群赶来 敖王兴时汹汹 将多吉堵在洞口 正在双方坚持不下这时 突然一声恐怖的嘶吼 从山谷中传来 多吉听到声音 立刻警惕起来 随后 便迅速冲向山谷 敖王见状 也带着敖群跟上 当结果赶到 发现不远处 敖群没正在和 一只巨大怪兽对峙 他就是传统的嗜血罗沙 可没想到 面对如生恐怖的对手 敖王就根本不怕 直接带着敖群冲上去 但身强力量的罗沙 没两下 就像双群屠路殆尽 而现在 只剩下了金敖多吉 多吉没有退缩 直接跳到罗沙头上 开始疯狂私有 但罗沙就大的蛮力 一下就将多吉甩飞 眼看强光不行 多吉选择了智取 他开始拼命的奔跑 接着一个激转弯 罗沙躲闪不及 撞到了石柱上 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撞伤了 他到一只眼睛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发子弹射来 原来是村里的猎人们 罗沙立马转移目标 猎人见状 开箱射击 但子弹根本伤不到罗沙 猎人直接被解决掉 罗沙转过头 又盯上了另外一名猎人 原来就在这时 多吉突然窜出 但却被怪物抓到机会 一口咬住多吉 马转突然站了起来 开始挑衅怪兽 这也让多吉得到了 喘息的机会 恢复体力的多吉 再次发动攻击 此次咬住罗沙的脖子 罗沙疼痛难忍 只能贴着山牙狂闷 想要甩掉多吉 疼痛难忍的罗沙 竟直接撞碎岩壁 跟着多吉一袭 滚下了山坡 最终 半天的一声惨叫 罗沙当场毙命 这时杰哥从远处看到 多吉并没有死 直接他艰难的站起来 发出胜利的吼叫 记得这时 他好像听到了杰哥的呼唤 转过看了一眼杰哥 就直接倒了下去 而记得这时 新的危险再次来袭 雪山突然发生了雪崩 严岸就要将他们推没 多吉竟奇迹般的 睁开了双眼 紧接着 多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杰哥咬到背上 开始拼命逃跑 沿上前方的悬崖 多吉并未犹豫 勇敢地跳了出去 就这样 杰哥火救了 而多吉却摔下了悬崖 彻底离开了 杰哥看着伤黑累累的多吉 顿时哭得气不成声 虽然多吉永远离开了草原 但他永不放弃的精神 却永远传承了下去 最后 白欧也剩下了多吉的孩子 他们也将继续延续多吉的故事